大家好,我叫凯倫,我来自南非,我今年十岁,我学中文一年了,我喜欢背唐诗,唐诗让我的中文学习充满了快乐。 中国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李白,他有一首著名的《静夜诗》《床前明月光》一诗地上霜,指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 这首诗写出了李白,对故乡隆隆的爱,我的故乡是南非,那里有很多可爱的动物,唐诗里也有。 你听,鹅鹅鹅,吃上象天歌,白马福利水,红掌波青波。 怎么样,唐诗里的大白鹅是不是很可爱,唐诗不仅优美动听,里面还有很多道理,比如这首《灯罐雀楼》,白日一三尽,黄鹤如海流,鱼虫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我会更加努力让我的中文更上一层楼。 现在我给大家表演一支中国的民族舞蹈。 touch the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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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凯伦同学 谢谢